你现在听的是元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长 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子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 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已经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元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元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言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元医生 你好 Hello Della 你好 大家好 在上世纪初的时候 其实很多医生都认为病是由大肠开始的 其实这个说法 元医生你有没有一些实质的例子 或者一些数据 可以和我们听众分享一下 早言 因为那时候有很多这方面的肠道的毒素 就是常常说毒素内聚 毒素内聚 那他当时认为 Death begins in the colon 就是所有死亡是由大肠开始的 那他说到疾病 便秘可以和各种疾病的因素 他认为当分辨缓慢地通过肠道的时候 有毒的废物会聚绩 而毒素是跟于进入血液 因为在我们大肠的地方 其实大肠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是吸收食物的水分 水分 就是浪费食物的糊 进入小肠经过消化 都想进入大肠 那都是一种糊状 就是捉水的糊状 很多水 所以进入大肠的时候 其实大肠会尽量将那些水分吸走 但当然如果我们的糞便里面 很多污畏物质 经常聚终在这里 这些毒素 当然也会同时吸入血液 因此影响了全身各个身体的各个器官 好了 但后来当时的研究人员 因为当时科技化炎的简陋 那些血液里面 其实找不到什么毒素 他看不到血液可以 因为当时科技不够仔细 他看不到 他说不到血液都没事 好了 但最近有新的研究 这位医生 因为他都看到这个资料 他说为什么以前的人 不能够证明便秘会导致各种恶宅 他很好奇 于是他就用新的手法来研究 那他怎样呢 这位是美国加州大学的 Nikolas Petrakis 即是柏拉基斯医生 以及琴欣医生 在《血针》杂志里面 就发表了一个文章 这是一个很出名的医学集词 他发现他每个星期排便两次 或者以下的妇女 挪患、良性、恶性疾病 乳房的疾病机会 较每日排便一次 或者以上的妇女 是高出四倍 哇 真是很惊人的 研究了出来的数字 是的 便秘的女性患癌的乳癌的机会 是多于没有便秘的女性 是四倍的 这两位医生怎样做这个研究呢 他向超过五千名女性 抽取少量乳腺液来研究它 乳腺液呢 当含有很大量的異常细胞 即是显示有关的婦女日后患乳房的疾病 包括乳癌的机会 是会高于平均数字的 那之外呢 我是乳腺抽点 是的 那有些什么 细胞有什么问题呢 好了 那他发现呢 这个讲解是五千多个妇女的 乳液的细胞 那他就发现呢 他说每日排便一次的妇女里面 百分之五的乳液的液里面 走到异常细胞 有百分之五的 是 就是每日一次分辨 如果每日排便少过一次的妇女里面 百分之十 乳腺液呢 都有异常细胞 而每星期排便 两次或者以下 就是比较严重一些 有百分之二十呢 在乳腺液发现异常细胞 嗯 好了 他认为呢 上述研究的呢 是令到本世纪初 极度流行的所谓 就是之前所说的便秘致病 或者大腸 然后污租致病的理论呢 再度复甦了 这一次关注的是便秘和乳房疾病的关系 不过他认为呢 就是有便秘的妇女呢 都不应该过度恐慌 那他当他不想人来恐慌 是的 当然是的 那他就说呢 又发现了呢 参加这项研究的妇女里面呢 百分之七十的乳腺液呢 是含有外来化学物质的 这种的物质来因 来源不明 但也都表示呢 乳房的细胞是经常跟血液接触的 而血液里面呢 含有各种经由皮肤 肺部消化度吸收的 循环系统外来的物质 那就是你会看到呢 他有其他很多的物质在身体中 但是他又提到一件事呢 是令到素食者呢 就非常之有兴趣的资料了 他说呢 食育的人类 分辨里面所含有有便物质 教素食的人多 另外 肉食者的长度里面呢 有一种特别的细菌 会妨碍尿甘酸化物 和痴激素的折合 因而阻止由胆汁一起分泌到腸道内的 痴激素排出体外 大家知道呢 乳严和那个荷尔蒙有关系 这个痴激素呢 是食育的人里面呢 他没有这种这样的胆汁 是帮助他排出体外的 所以他认为呢 这些未经折合的痴激素呢 在肉食者的大腸里面呢 吸收 令到体内的痴激素水平偏高 因而增加患乳癌的机会 那么他也企图呢 是解释呢 即是进一步解释 是 为什么呢 那么他就用那个痴激素那里 来到解释这方面的东西 嗯 那么这个呢 相信大家都知道呢 乳癌呢 是很常见的 是 是 是 所以 这些的 当你发现那个 自己有这些所谓便秘 那一般人的对于 所谓什么的何谓便秘呢 很多人都不是很认识的 是啊 曾经我在 好像电视的广告 一个英研科的医生呢 这样说 就是说觉得 就是我们都知道 BB仔呢 一出生喝奶呢 一喝奶就会 立即会蛤的了 但是他居然呢 可以就是说 哦 如果他两天都不蛤 而蛤出来的 糞便都是怨 就不属于便地 哇 我当时吓了一刻 立即 这样都算不算便秘 那真是 真是怎样才为之便秘呢 好了 那很明显 现在痴癌这么普及 是吧 尤其是香港来说 差不多痴癌 痴癌应该就快变为 第二大杀手的了 第一大杀手 第一大杀手的了 应该是 那香港是全亚洲最高的 嗯 那好了 那何谓一个健康的大便习惯 不是便秘呢 那以前的人呢 就打算一来一来一次 都很好 是不是 够好 但其实呢 在 有一位英国的 腸胃科的手术 外科手术医生呢 曾经去去非洲 想去行医的 是 发现他没有什么生意 就是长度的病 很少的 他就 就观察到一样现象 是 他说非洲那些人呢 那些疯便是很大的 是随时拔的 就是好像拔小便那么容易 那他呢 那他呢 在他的研究 好像这位很出名的医生叫Doctor 好像Burkett 那他呢 就会把那支链子 那支链子 那支链子 那支链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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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令到他们呢 是大便呢 就像我们的小便一样的 是一餐一次的 那你也看到呢 小朋友一下 很多时候呢 他和他吃东西的时候呢 他就总是说要去洗手间的 是的 那你也觉得很烦的 是吧 吃东西吃东西去洗手间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的食道和我们下面的大肠呢 其实是同一条肚子 是的 那食道的移动的鱼动 饮食吞吞的时候呢 其实某程度上呢 都是令到我们的下面的那条肠呢 都有一种 就是有一种 我们叫做同情性的移动 就是sympathetic 啊 移动一下下面都想移动 是的 那所以很多时候呢 是刚刚吃的时候呢 有些人就会觉得 哎呀 我就要大便 是的 好了 那所以真真正正健康的大便的习惯呢 是应该是一生一次 嗯 一日两三次的 那还有一个 可以知道我们的身体的 那个分辨内状是否干净呢 就是可以看我们的分辨是怎样的 嗯 OK 健康的人的腸道的 促出来的分辨呢 是应该怎样呢 是应该呢 就是很大舊的 起码是一架大香蕉 嗯 就看这个人的尺寸 是 好像香蕉那样的 那应该呢 是稍稍在那个沉少少 和浮少少的 嗯 就是它的气泡不是很多的 那还有呢 就是说你脱了这么大的糞便之后呢 你去吻 拿刺子去吻的时候呢 是 你会发现是一点糞便都没有的 嗯 那之后呢 正常健康的糞便呢 你一脱断了呢 就干净落了刺盆呢 你是完全吻不到 即是肝膜吻不到的 那些糞便的颜色的 这个呢 就是正常健康的糞便 那当然颜色呢 都是稍微啡一点点 就不应该太过臭的 嗯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可以知道呢 到底我们的腸道呢 是否够健康呢 那我们很强调啦 就是起码在腸道那方面呢 我们很建议我们所谓的病人都会用的啦 叫他用那个 用那个 用那个 用那个山竹汁啦 再加萝绘汁啦 再加一些酵素 嗯 那来到冲水 来到喝 嗯 那这个呢 使到我们的整体的长度呢 是健全化的 嗯 那我当然一个早餐里面啦 又包括呢 是那个大麦 那个巴黎菌 大麦草粉啦 再加米加三油啦 再加一个椰子油啦 再加其叶子粉啦 那再加一些蛋白粉 混一些水 那最后呢 就吃了一些 好质素的糊乳酸菌 嗯 那这个呢 是我们的所有病人呢 是我们都会 都会 都会被建议做这样的 嗯 那大家只要了解到呢 其实呢 便秘是不可以轻视的 是啊 如果现在从 两位医生的研究里面呢 都可以引致到 那么大 那个严重的问题 尤其是在女性方面呢 在便秘里面呢 是引伸到 会有那个与乳癌那方面的 那余医生啊 那如果呢 譬如我们 好像我们的中心里面呢 都提倡做这个 碗腸水疗啦 也都在二十多年前 你又由你第一位呢 将它引入来香港 而再发展到周边东南亚的地方啊 现在都很多地方呢 都有这个洗腸的 那你建议那个洗腸的那个情况呢 那些客人应该是 怎样去做法啊 做多少次啊 通常我都会用 两个的事故 跟大家分析啦 首先 我们知道呢 腸癌呢 是已经快要成为第一大杀手啦 那要想一下呢 你腸里面的污脏 和这个腸癌 是不是应该有很明显的关系呢 是啊 第一 第二呢 我就会用宋美玲的这个例子 大家都可以认识一下 董介石的夫人宋美玲 那她是三个姊妹里面呢 她是最长寿的 是 虽然她自己曾经有乳癌 是 但是呢 她也是活到多少 活到106岁 是 那你由她的自传那里呢 她的传记 可能是人家帮她写的 那她曾经也提及呢 她呢 有这个习惯呢 就是洗腸的习惯 嗯 她是可以这样说 一身人几十年来呢 是每天都要洗的 嗯 那所以呢 你说要洗几密呢 真的其实呢 可以洗得很密都可以 是吧 是 那我觉得呢 是一个礼拜一次 或者两个礼拜一次呢 我觉得是 是最基本的 是应该做的 那因为呢 很多时候呢 我自己包括我自己的座内 我几十年前 在加拿大 刚刚完成了脊衣四年 接着就再读四年的自然疗法 那到后来我都 畢業的时候呢 我要做实习的嘛 那我就去了一位 被安排到一位自然疗法医生那里去做实习了 那原来呢 他这个医生呢 有碗腸的设施的 嗯 那我记得呢 我早上就自己就 我大便习惯了两三次的 嗯 那我大便了之后呢 那就去了他的那个诊所 那他那个 刚刚他那个 那个洗腸治疗师呢 是有空的 那他说 袁医生你都试一下啦 你没试过嘛 那我好啊好啊 那就试一下啦 我告诉你 我做了之后呢 我整个人觉得轻松愉快 可以可以可以起飞 这个这个经验真是很 就是印象很深刻的 嗯嗯 就是我自己觉得 我现在都是两三次的人 我应该是OK的 我是早上做了大便 去了他的诊所 他帮我做了之后呢 我整个轻松愉快的感觉呢 是真的难以忘记的 嗯 就算我今时今日呢 我一个都个人累一点点呢 我都会诊所到 有没有位置 有位置我就去做了 那我都会做得是 就是每次都是这样的 你做完之后 我个人的轻松愉快 精神一点啊 头脑清醒一点 是好觉的 嗯 那很多人呢 亦都很多 我相信呢 我们就是碗昌水泥在香港 都已经超过了二十年 二十年 但是我相信呢 也都好 还有很多人呢 是误解了 究竟呢 你经常说 洗肠碗昌水疗 那是不是就这样 其实拿些水 沖那些大便出来呢 那或者袁医生 给多一些正确一点的讯息 我们的听众 让他们了解多些 究竟碗昌水疗 洗肠是一件什么一回事呢 那当然啦 很多人呢 对那个碗昌的那个形式呢 是没有甚至乎很多错误的见解 那很多人就以为呢 他会问一下会不会用洗肠之后呢 自己不懂得噢 是的 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错觉 误解呢 因为他们经常以为呢 碗昌呢 就拿些水呢 是将里面的污水沖出来 那可能我以前想起 以前可能什么 日本人的时候啊 一种碧形的手法 灌水啊 听上队啊 那些故事啊 所以呢 所以呢 你看到呢 其实这个 因为这个的误解呢 就以为呢 那你拿水沖沖沖 那你就自己去 被冲惯了之后 就不会自己去噢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 他当时这种这样的 这种错误的原因 因为他不认识 其实碗昌呢 其实是什么呢 是拿水呢 是慢慢地滲入你那个肠 那水当然呢 第一件事呢 他将你肠里面那些肝的粉变呢 是软化了它 那当然水呢 大肠是吸水的嘛 那很多水呢 也都会被你大肠那里吸收了 那大肠里面有很多淋巴的嘛 那你水份歌的淋巴就唱了 那最后呢 我知道水是有重量的嘛 水也有个体积的嘛 那在我们的肠的下面呢 那一个门附近呢 它就慢慢地滲入去呢 就慢慢地呢 是涨起来啦 因为水的本身的底积和重量呢 那其实这些东西在这个肠里呢 是涨起来的时候呢 是对我们的肠有些什么的反应呢 就其实刺激条肠了 嗯 就是说咦 我们有一块东西在里 有些东西要撞它出来啦 那你肠会即时就什么反应呢 就自己会收缩的 是 记住呢 正确洗肠是和大肠做水力运动 嗯 它是不是帮你冲一些脏子出来 它只不过呢 是令你这条肠呢 是懂得进行呢 一个愚动的收缩 这样就令到你呢 是将那些脏子呢 是排便的形式排出来的 那好了 那所以既然呢 那肠呢 是和你的肠做运动的 你会不会运动越运动得多呢 但是肠肠越弱呢 是不会拖呢 是简直是不会的 所以呢 我从来没听过呢 没见过那些人呢 说洗肠之后呢 就不会拖 是 有些人呢 早期会这样的 他说我洗了之后呢 我两三天都不用拖的 原因在哪里呢 是 因为呢 他平时的那些糞便是积几天的 是的 积两三天 三四天 也是积一个礼拜才走出来的 那么在那个洗肠过程呢 我们起码将他的那些 聚绩的那些糞便呢 是一次过清掉了嘛 那但是他的肠肠的那些 活鱼动能力呢 排便的能力 还没康复了嘛 是 所以他就继续职几天了 是吧 所以他又觉得没得便宜 继续职几天 他就继续职几天才出出 那么这个呢 假以时间呢 是不断地来锻炼他呢 这个问题就会解决了 那么在中医来说呢 也有一种概念呢 叫做六虎以通为庸 是 所以有时候有些人 中医都说不应该洗腸 因为第一 中医那位中医不懂 是吧 他不明白呢 中医的哲学里面呢 那些有这种概念 也有四个概念 就是六虎以通为庸 一定要通胀呢 为身体的苦壮呢 才会有健康的 肝要胆汁要通胀 是吧 腸是要通胀的 好 那么麻烦了 袁医生呢 帮助我们解释了 那个便秘和乳癌的关系 也详细帮我们解释了 究竟洗腸是一件什么事 希望大家听了之后呢 以后呢 就不要再有这么多这些误解了 好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的分享 今天时间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电话 和袁医生会诊 电话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 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